字幕提供 曹老師 從政大半生 總走在人煙稀少的路 政壇 有一句關於曹老師的經典名言 那就是 如果大午山上的猴子 鳥啊 蟲啊 來投票 它就一定會當選 這麼一句嘲諷的話 正正好頂出 這位政治人物的語重不同 好在 屏東人有眼光 讓曹老師一路從審議員 立委做到屏東縣長 因為 屏東人知道 曹老師 是一位勇敢與正直的人 屏東縣是農業縣 對內 曹老師推動生產履歷 強化農業體質 對外協助農民 提著皮箱行銷全球 至今 這些腳步 都尚未停歇 觀光是屏東的另一個命脈 除了推動無煙囪的觀光 再生能源 是曹老師另外一個使命 所有思考的原點 都是萬物平等 不論種族 性別 信仰 人人皆而平等 他盼著有這麼一個世界 長輩們都能夠在自己的家裡 安身立命 曹老師的詩證很細膩 不論身障者 皆有 老人這些弱勢者 即使生命再微弱 他依然給予溫柔的擁抱 在古文文的特質 源自於他對藝文的喜好 在貴重的禮物 都頂不過一本書 一曲樂 一個創意 他努力發掘這些維護屏東的美好 因為 這些都是屏東最珍貴的資材 交通 是建設的起點 高架鐵路 單車國道 到縣道 鄉道 建構了綿密的交通網 交通網建立了 人自然就來了 地方也跟著活絡起來 陸陸的交通網是基礎 水路的打通 則是看不見 卻非做不可的基礎建設 您看過趴在地圖上的曹老師嗎 怎麼樣 他都要找出活路 讓溪活起來 讓魚回來 那種開玩笑 不然交通 交通 布拉克風災是屏東一個極大的轉捩點 山崩了 溪斷了 加美了 曹老師沒空流淚 連救出自己身陷泥泥的雙親的時間都沒有 他率領著團隊 沒日沒夜的救災 來到了生命的谷底 災難是無法預期的 但 只要有信念 朝著光前進 總是會有出入的 在重建的路上 我們手牽手 回家的路 終於通了 這部影片 是以老師 代替縣長的成為 因為 縣長有任期的限制 但 老師 卻是如夫般的不可取代 政治 這條路 不是一般人能走的 曹老師 是最沒有政治味的政治人 他上政壇應該是藝術 能夠在政治叢林一貫資 應該是奇蹟吧 我知道啊 有這麼久沒想到他 聽到這條路 叫這麼知道有這麼多年 像山頂路發草客也有嘴 叫頂里的行 那天 像山頂一分愛撲去 我好想魚 真死去愛情的白領心 秋月無說出那句話 他在重望有中過過來過過去 吃也無意 吃也無意 有知他有向我有一樣的滋味 家事來過 順位頭上走去 我無理開過 向你眼睛我心裡 唱的青路的火 叫開水 叫中的我 買來對你 說出我愛你 我好唱火 吃死去愛情的白靈心 秋月無說出那句話 他在重望有中過過來過過去 白雲未去 白雲未去 不知一天有向我有感空的滋味 如今 他灰灰衣袖就要離開 他帶走的只有書 留給屏東的 除了看得到的建設 看不到的智慧和勇氣 最重要是一個人的風骨 走過大風 大浪 退休後 繼續要在林邊 光彩四地 做大地的職工 我無編變 作死去愛情的白靈心 我欲來講出那句話 那句話 吞在內心我頭這麼多年 一句我愛你 兩句我愛你 我欲對你 說出漸漸漸漸 我愛你 一句我愛你 兩句我愛你 在著世之中 走過荊棘 付出一聲 居然還有做夢的勇氣 受降於這樣的長者 是身為屏東人 最大的幸福 我告一切 吞吞吞吞吞 曹老師 謝謝您 我愛你 這是真鍵 我愛你 我們我們的心 很快 請問 詳細胞